遠遠看到一名騎士 騎車歪歪斜斜 在大馬路上蛇行 遠景在靠近一點點 發現他臉紅紅 隨即上前盤查 偏偏這名黑衣男子不大願意 下了車就往超商跑 遠景一路陪著他走過去 還一起過馬路 但說好 買了水就要接受酒測 他卻對遠景動手拉扯 騎士醉醺醺騎車上路 沒想到被警方攔了下來 他疑似不買遠景給他的水太少了 指引要到超商來買礦泉水來喝 甚至跟警察在門口爆發衝突 與警察在西北市新莊 體育場旁邊的超商門口推擠 原來這名裝新男子 覺得警察給他的杯水不夠他漱口 就算買了礦泉水也不夠 身上的酒味怎麼就是散不掉 就怕酒測氣一吹 酒駕秘密直接曝光 他不斷反抗拉扯還動手攻擊 這下被噴辣椒水壓制 超商之後買一整個 已經買一整個了 然後就起來了 三十八歲裝新男子酒測值零點四三 超標涉及公共危險 對警察動粗再多了一項妨害公務 情況調查 他不是第一次酒駕 五年之內已經有兩次紀錄 加上這回就是第三次 工程中午喝了啤酒 下午兩點多騎車出門 以為自己很可以 但酒精沒退就是沒退 騎車搖來晃去的 要巡路遠景 不注意他也很難 TVN 盧鴻川 李傑 新聞早到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